四弟 四弟 快走快 快走 快走 怎么样 四弟 没事 好错呀 快出来见我呀 你在哪儿呢 你是谁呀 我徒儿呢 快 老四叔的正确 你果然在这儿 走走走 快走 这儿 你什么时候会对这等奇妙武功 难道之前都是骗我的 我也是近日 近日才学会的 我之前真的不会 好啊你 你竟然瞒着我 叫了育儿这等奇妙武功 喂 育老三 你三招打他不倒 赶快磕头拜师 我不说 他刚刚被打仗的 这不断 你要脸不要 你说过 若是不拜他为师 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那你倒是要当乌龟儿子王八蛋呢 还是拜他为师啊 我什么都不做 我要跟他重打 玉儿 咱们大理的段氏子孙 哪有碰到强敌临阵推缩的道理 伯父 我害怕得紧 只怕是不成了 你不会打人 你要利用你的步子 上前去拿他的学道 快去打过 你伯父教得不错 好 走 走 玉儿 你的步子要满一半 大胆地迎上前去 拿他胸口的学道 伯父 那不成 俺伯父教得去的 快去呀 玉儿已经跟他过了六十余招 断世由此佳儿 你还嫌不足吗 娘 玉儿不用打了 玉儿已经赢了 凤凰 你不用担心 我保证他死不了 你 娘 你放心 我应该是可以的 孩子 端狼 没事吧 端狼 没事吧 月老三 我看你是当地 乌龟儿子王八蛋了 拜师是不肯拜的了 我偏偏让你猜不到 这个乌龟王八蛋 我月老二十不会当的 拜师就拜师 师父 你躲得远了 赶紧磕头啊 你躲得远了 赶紧磕头啊 我将军方位 看似分繁复杂 与我却如数加珍 促欲强敌 以此保命 更积内力 再取敌命 大胆临头之时 以此保命逃走 那便是好 再取敌命的话 那倒也不必了 神仙姐姐 您吩咐我 朝 午 晚 三次练功 端狼不敢有为 自此 端狼出门在外 对别人加倍客气 别人自然就不会来打我了 您的这套铃波微步 也一定会用心练熟 以后眼见形势不对 立刻流之大吉 自然就吸不到 别人的内力了 纯游在 检未中 而家人一秒 想必呀 是神仙姐姐 在此幽居之时 寂寥之际 只能自己 跟自己下棋消遣 只可惜我没能早生两年 不能常陪在神仙姐姐 不只可惜我没能早生两年 不能常陪在神仙姐姐姐左右 又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地方 狼还福地 原来此处被识狼还福地啊 神仙姐姐卷博中有言 说天下各门派的武功 尽急于此可为参想 可是我不学武功 不想看这些武学典籍 然而神仙姐姐有命 我也不能围傲 这些武学典籍怎么都不见了 这些武学典籍 专帮缺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 少林缺易金金 大力断士 缺易阳止六脉神尖 心谱 汉慎 汉慎 慎好 慎好 武学典籍不见了 那我不学武功 便不算我要神仙姐姐 原来出口便是在这儿 我已经不够离BE 找死了 照片 明天来举 задач 出来 好 没关系 我有问 有 gente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